好,今天是簡單講講鋼之練金術師的合作 是你的任務如何做 練金素材如何賺得比較有效率呢 然後當日有人的結論是 發生任務去令自己有足夠的素材去換物品 首先先講回這次合作要做的事 其實這次合作有兩件事是需要做的 第一個就是你要回到這個任務 然後每一個地區都有不同的任務 都是講鋼之練金術師的不同城市 中間司令部其實不需要理會 因為這個只是關於打總統 所以這個暫時不需要理會 而如果說你賺這個練金素材的話 上面那三個都是要做的東西 你會留意到每一次你做完一個任務 就會有一個空間時間 譬如現在你會看到Santara這個位置 我要進行第三個任務 就要在七個小時之後 每一個任務做完都會有一個 以一小時來計算的空間時間 即是你不能夠連續去做任務 所以我又不太理解為什麼有人認為 是可以透過貨品 去拿齊這些連金素材去換產品 因為這些都不屬於貨品 你打完一次之後要等幾個小時吃藥去打遊戲 這些叫做貨品 我自己覺得很詫異 所以正常情況來說 你是不應該透過滅筍去進行 你要拿著連金素材的話 現在其實有三個條件來達成 就會分別計算給你 第一個就是你打什麼關 現況來說它就是跟你說 你打Event Quest 打書庫和打果打神殿的位置 你就會拿到第一傳的連金素材 第二個就是當你打Event Quest裡面 合作的降臨 那裡又會再多一塊 然後你用合作的角色進去打關的話 那你也會再多一塊 那就是原則上來說 你假設你個人是LV10的連金術師的話 那你一轉打Event Quest 用合作角色去打合作降臨的話 理論上你會有300的連金素材可以賺到 那這個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接著接下來就是這個關鍵之一 那就是練金素材的數量是根據你練金術師的level去跌給你的 那如果你是level 1的話 其實做完剛剛上述的行動 你只會得到101010合共30的練金素材 如果你用這個數量去負責的話 基本上你負責到世界末日 你才可能換到那麼多個item 那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你是必須要盡早去升練金術師的level 那這個練金術師的level是怎樣去升的呢 那就是用練金素材去購物 去買東西去換東西 接下來就要講最有效率的方法 那第一件事就是你每天都會做到missing 那你做完missing之後 假設你每一天都會有幾千的練金素材 我現在這條影片是合作的第三天錄 那假設如果我第三天都做了剛剛的missing的話 以我現在day 3level 6的練金術師為例 那我現在大概會拿到5000左右的年金素材 那之後你就要找回一些item 是你5000就可以直接買完 或者你盡買 你買到5000齊的流數的話 那你就會最大化你那天升到的level 那你就要盡早在這裡換item 換到去level 10 或者15 那其中有些item是需要練金術師15 level 才可以賣入的 那譬如好像戰營書 戰營書這些珍貴的東西 那英雄書也是 那有一些就是level 10就可以買的 那你總之你要換到level 10 你要換到到level 15 然後你換到到level 10以上 就開始去farm一些極運 和合作降臨的話 那你每一場就可以最大得到 300的年金素材 那在這個前提下 你去farm 年金素材的話 那你才會去farm得快 好過你level 1、level 2的年金術師 每次賺到30、40、50、60 那你去賺就能賺到天荒地老 那這個就必須要去留意了 那除此之外呢 Mission 方面呢 今次我又不覺得有什麼複雜的 實質上 那最重要就要說回這個中央司令部的Mission 那中央司令部的Mission有兩個 這個就是關於老玩家 那第一個Mission就是 這個大總統的運數99獲得 那這個其實是鼓勵老玩家去farm 那為什麼呢 因為老玩家神祖在第一彈 就已經極運了一隻總統 那他不需要在今次去 打多一隻極運的總統 而他鼓勵你打多一隻極運的總統 給的報酬就是一隻果實成長豆苗EL 那看你有沒有興趣為了一隻豆苗開工 那如果你沒有興趣為了一隻豆苗開工的話 那其實上面這個99隻是可以不用做的 對於老玩家來說 那就只可以專心做下面那個 就不用這些練成幫助item 然後就只用暗屬的去打贏今次這個超究極大總統 那你就可以將你的總統由原先的樣子進化解放到最新的樣子 對啦 那這次這條片就是這麼多了 希望又幫到一些迷途小羔羊 我那天聽到一些人說他花蜜順 真的笑了出來 希望那些人就不要那麼傻 那玩怪物彈珠呢 其實都是盡早員工 盡早就... 手機接完之後玩其他更好玩的遊戲比較好一點 那這些就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去進行 實質上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